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聚焦三大热点新闻 首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未到访的埃及总统赛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并在中亚合作论坛地世界部长级会议前夕举行了会谈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下半年多来的新低 同时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 市场对美联储利率政策走势的预期也在变化 最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摩尔多瓦 与总统桑杜会谈 重申美国对摩尔多瓦走向西方的坚定支持 并宣布了一系列支持方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周网报道 在中亚合作论坛地世界部长级会议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为埃及总统赛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两人随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两国在国际形势风云变换的背景下 始终保持彼此信任和真诚合作 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 会谈结束后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 塞西此行还将与巴林国王 突尼斯总统和阿联酋总统一同出席论坛开幕式 习近平将发表主旨讲话 论坛议程预计将集中讨论 以哈冲突问题 北京近年来积极推动 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 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地世界部长级会议 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长王毅和毛里塔尼亚 外长马尔祖克 在会议前夕 王毅与各国代表 及阿拉伯国家联盟 秘书长盖特会面 强调巴勒斯坦问题 是会议的重要一体 并表示 阿拉伯国家的合理关切 和正义立场 是中方的关切和立场 王毅还与叙利亚外长 和阿尔及利亚外长会面 讨论中东问题和乌克兰危机 强调通过对话和谈判 解决危机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地世界部长级会议 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 近年来 中国不断深化 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已与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 和阿盟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并试图在中东 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 去年 中国促成了沙特 和伊朗恢复邦交 但在以哈冲突问题上 态度暧昧 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立场 形成对比 中国深耕阿拉伯国家 旨在提升 其在中东政治 和经济中的影响力 削弱美国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华尔街电视 我STTV 在最新的华尔街电视节目中 余茂春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进行了会面 讨论了当前的台海局势 和赖清德政策的转向 赖清德在会谈中 强调了台湾对资深防卫的 坚定立场 并表示将在国际舞台上 继续寻求支持 与此同时 中国解放军 在台海周边 持续进行军事演习 显示出对台湾的强硬态度 余茂春指出 这些军事行动 不仅是对台湾的威慑 也是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警告 表明中国 在区域安全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北京宣布 斥资3440亿元人民币 以强化其半导体产业 标志着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 进入新阶段 此举备视为 对美国技术封锁的反击 旨在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 中日韩三国 在首尔举行第九次峰会 日本和韩国 作为美国的盟友 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峰会期间 各国讨论了 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合作 与竞争 显示出亚洲国家 在这一领域的战略布局 和未来发展方向 中央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访问摩尔多瓦 与总统桑杜会谈 宣布了一系列 支持摩尔多瓦的方案 凸显美国对这个 前线国家的坚实支持 摩尔多瓦 正致力于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坚定走向欧洲一体化 布林肯的访问 正值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进展之际 摩尔多瓦也面临来自 亲俄分离主义地区的压力 美国宣布的援助 将重点放在 能源安全和民主建设上 帮助摩尔多瓦减少 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并加强对抗 假新闻的能力 摩尔多瓦计划 在今年晚些时候 就加入欧盟问题举行公投 显示出其坚定的亲欧立场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近期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 创下半年多来的新低 周三人民币 在按汇价跌至7.2487 对一美元 创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人民银行设定的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 也降至今年以来的最低点 美债收益率回升 和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改善 推高了美元币值 进一步加剧了 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中国央行试图维持货币稳定 但面临资本外流 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挑战 专家们认为 人民币对美元的跌势将继续 亚洲其他货币 如日元 泰铢和印尼顿 也面临贬值压力 尽管中国当局 推出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 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 消费者信心不足 本周晚些时候 将公布的中国制造业数据备受关注 以其了解经济状况 是否有所改善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 坎贝尔在布鲁塞尔访问时 提醒欧洲要严肃对待中国 对俄罗斯的援助问题 他指出 中国不仅在公开场合 淡化对俄支持 还试图与欧洲保持正常关系 坎贝尔强调 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 是持续的 全面的 涉及军事装备和技术支持 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也谴责中国 提供或准备提供致命援助给俄罗斯 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对这一说法持谨慎态度 但他承认中国公司 向俄罗斯提供了微电子和光学传感器等 非直接军事设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时 敦促中国限制对俄军工生产的支持 并警告 如果没有看到变化 美国将采取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周边 衍生产品如吉祥物福里吉 T恤山和圆珠笔等 为零售商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尽管政府曾在2022年底抱怨 大部分产品是中国制造 但官方商店中 仍有20%到80%的产品是法国制造 法国24电视台报道称 大部分衍生产品依然是中国制造 这些产品的销售 不仅为巴黎奥运会带来了经济效益 也引发了关于制造业全球化 和本地生产的讨论 新周网 北京29日综合电 中国官方周三批评美国 持续向他国输送 极数弹药等武器 加剧区域紧张局势 和地区武装冲突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据央视新闻等媒体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三 发表年度 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批评美国长期奉行霸权主义 推行强权政治 滥用武力和单边制裁 报告全文约两万字 内容分为六个部分 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 沦为空谈 种族主义顽疾 遗害深远 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等 报告还指出 美国政党恶斗 政府失能 治理失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去年至少有654宗 大规模枪击事件 导致近4.3万人死亡 即是平均每天有117人 死于枪支暴力 少数族裔面临系统性种族歧视 非洲裔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 是白人的三倍 被监禁的可能性 是白人的4.5倍 报告敦促美国政府 要以符合时代特征 顺应历史潮流的理念 和举措破解美国人权困局 回应美国人民的期待 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中国外交部公布 应美国邀请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 将于5月30日至6月2日 访问美国 与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举行磋商 香港电台 对于中国旅游研究院指出 澳门首次被内地旅客评为 最满意目的地 香港则排行第七位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回复查询时表示 自去年全面开关以来 香港仍然是内地旅客 出行外游的首选目的地 文体旅局表示 今年首四个月的 访港旅客总数 按年升一倍 至1462万人次 内地旅客按年 增加97% 至1118万人次 按旅发局的离港旅客调查 自去年全面开关以来 内地过夜访港旅客 对香港的满意程度 一直保持在8.8分 稍高于2018年的8.7 根据引述的报告 因黑豹 疫情和涉旅 负面舆情的影响 内地旅客 在过去十年波动下行 局方表示 会继续积极开拓 更多元的旅游产品 落实无处不旅游的理念 丰富旅客 来港的旅游体验 本港会不断提升服业水平 推广好客之道 向旅游及相关业界加强 推广及培训 局方表示 为进一步拉动不同产业 共同推动本港旅游业 提速和提制发展 政府县正就更新 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咨询业界 就香港旅游业的持续稳健发展 定下前瞻性的发展策略及措施 中央社 华盛顿29日综合外电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Jale Biden 与华府官员出乎预料宣布 中国将在今年底前 将两只大猫熊 送回华盛顿特区的 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 象征美中猫熊外交 进入新时代 法新社报道 第一夫人吉尔 在社群媒体X发文说 各地孩子能在我们的国家动物园 再次观赏可爱的大猫熊 并享受一段愉快的冒险 我们对此兴奋不已 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 发表声明说 根据一项为期十年的繁殖和研究协议 中国将新送来一对名为保利 保利和青宝 青宝的大猫熊 动物园称赞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证明这是原方与中国同行合作带来的好处 路透社报道 数月前在美中紧张关系加剧之下 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 将三只大猫熊送回中国 之后 华府与北京已加强接触 使去年触及历史低点的两国关系基础 更加稳固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2024年1到4月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同比下降了近30%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 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去年同期的高基数 然而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去年吸引的 以人民币基的外资 比前一年下跌80% 降到30年以来最低水平 尽管如此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1到4月新增注册外企数量增加了 大约20% 中国官方称 经济回升 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市场对外资的持续力持续增强 这些相互矛盾的数据 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更多疑问 德国之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年度增长的预期 至5% 与中国政府3月份设定的目标一致 IMF表示 尽管中国面临房地产市场 长期债务危机 消费支出疲软和持续通货紧缩等挑战 但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超出预期 显示出复苏迹象 IMF警告 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 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当 并损害贸易 IMF建议中国 进行结构性改革 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和放开服务业 使经济重新向消费平衡 从而提高增长潜力并创造就业机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24年5月28日 台湾立法院在野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凭借人数优势 宣布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无法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立法院内 民进党立委向主席台投掷垃圾带 以示抗议 并与国民党和民众党人高声互呛 立法院外 抗议民众 贸语聚集 担心中国借机插手台湾政治运作 此次改革法案的通过 引发了程序上的争议 以及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 显示出台湾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